第九课 乔雨点 生词 列 列 口字 口字 雷 雷 四面八方 四面八方 干旱 干旱 吊对 吊对 蓝 蓝 难怪 难怪 蠢 蠢 永远 永远 待 待 交谣 交谣 自在 自在 故 故 可惜 可惜 执着 执着 轰隆隆 轰隆隆 接二连三 接二连三 无影无踪 无影无踪 千千万万 千千万万 盈 盈 奋不顾身 奋不顾身 滋润 滋润 小雨点 好久没下雨了 大地干的 裂开了口字 人们在 盼雨 庄家在 盼雨 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盼雨 这一天 天空中响起了一声春雷 无数小雨点听到雷声 好像听到了集合的命令 从四面八方跑来 准备给干旱的大地下一场好雨 有一个小雨点掉队了 急急忙忙地跑来集合 在路上 被一朵在天空中飘来飘去的白云拦住了 小雨点 白云悠闲地问 你急急忙忙地要去干什么呀 去下雨 小雨点说 难怪你这么着急 别去干蠢事了 还是跟我在一起吧 永远待在天上 多逍遥 多自在 不 小雨点摇摇头说 大地干旱了这么久 人们正盼着我们去救他们呢 我不能只顾自己悠闲自在 你要想想 白云紧紧地拉住小雨点说 你一落到大地上 自己的生命就结束了 这多可惜呀 有那么多小雨点去救干旱的大地 少你一个有什么关系呢 不行 小雨点直住地回答 我想得跟你不一样 说完 他连头也不回就走了 轰隆隆的雷声接二连三地响了起来 悠闲的白云早就躲得无影无踪了 千千千万万个小雨点赢着雷声 奋不顾身地从天空跳下去 雨水使干旱的大地得到了滋润 庄稼又绿了 难怪他没来上课 原来他病了 他被老师批评了 难怪他一个劲的哭 难怪他这么高兴 原来他得了一百分 屋子里连一个人也没有 他太忙了 连星期天也不休息 这么简单的道理 连三岁的孩子都懂 中国的气候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部 因为国土面积大 地形复杂 所以气候类型多种多样 中国的气候带由南向北 分别是热带 亚热带 暖温带 中温带 寒温带 此外 青藏高原属于垂直温度带 中国降水冬不多 西不少 并且大多集中在夏季 南方和北方的气候 也有很大差异 冬季 中国东北冰天雪地 平均汇温能达到零下三十度左右 而这时候 海南岛三亚市的平均气温却超过二十度 如果你这个时候 如果你这个时候来中国旅游 就会真切地感受到这些不同 调队 调队 排队 球队 军队 电影 影响 影片 影子 可以 可能 可爱 可惜 难道 难以 难得 难怪 身体 身体 身份 身上 干净 千万 执行 热情 裂开 劣势 悄悄 悄悄 前化 困难 可惜 借口 悠悠 愁苦 汉地 早上 及时 及其 春天 蠢笨 沙沙的春雨滋润着大地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特别是九 十月份 他只顾看电视 连妈妈回来了也不知道 哥哥要出国留学了 临行前妈妈再三嘱咐他有事要及时给家里打电话 一头老黄牛正在河边悠闲地吃草 这漂亮的花瓶 这漂亮的花瓶打碎了 真可惜 没等他拿出相机 天边的彩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盼望着自己能像小鸟一样 在天空里自由自在地飞 他的植住最终打动了那位姑娘的心 我本来不想去 可是他接二连三地打电话 最后只好答应他了 他没学过汉语 连一个字也不懂 快渴死我了 大半天连一滴水也没有喝 这么简单的道理 连三岁的孩子都懂 叔叔每天都起得很晚 连早饭都不吃 可能是我来得太早了 教室里连一个人都没有 难怪他没来上课 原来他病了 那个小宝宝饿了 难怪一个静得哭 难怪今天他很高兴 原来他得了一百分 原来他不喜欢吃肉 难怪他一口不吃 难怪他连一句话也不说 原来他不会说汉语 他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他的手机坏了 真可惜 他只顾看书 连我来了他也不知道 他不想去 别接二连三给他打电话 我们俩好久不见了 傍晚的时候 雨越下越大 在一条相问的小路上 一个年轻的妈妈正在雨中走着 她手里抱着一个小宝宝 风雨交加 她走得很吃力 原来 她要去医院给小宝宝看病 年轻妈妈担心孩子被雨淋着 动着 就把自己的外衣裹在了孩子的身上 医院还很遥远 一阵轰隆隆的雷声过后 雨下得更大了 小宝宝的脸烧得红彤彤的 小嘴唇干的裂开了两道口子 里边还渗出了一点点鲜红的血 年轻妈妈心疼极了 她加快了脚步 盼着早点而找到医生 这时 迎面走来了一个战士 来 穿上 她一边说着 一边脱下雨衣地给年轻妈妈 然后伸手接过小宝宝在怀里 天越来越冷了 可年轻妈妈心里却是暖乎乎的 年轻战士的爱心 好像一段肝泉 滋润着她的心 刚才那种干渴的感觉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为医生至极时 孩子的病很快就好了 可是在母亲的心里 却一直有个遗憾 那天到了医院 她只顾找医生 还没来得及问战士的名字 连一句谢谢都没说 她就已经离开了 因为年轻的妈妈病了 所以她走得很吃力 年轻妈妈加快了脚步 盼着早点而找到医生 迎面来的战士认识 这位年轻妈妈 因为医院的医生不好 所以妈妈心里一直有个遗憾 她只顾找医生 不知道战士什么时候离开的 所以连谢谢都没来得及说 轰隆隆的雷声 接二连三地响了起来 悠闲的白云早就躲得 无影无踪了 千千万万个小雨点迎着雷声 奋不顾身地从天空跳下去 雨水使干旱的大地得到了滋润 庄稼又绿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